南刺三经记载了天于山指南于山的十四座山,六千五百三十里,但其实文中只有十三座山,五千七百三十里,这列山系位于南刺二经所记载的山系的南面,谭吉湘教授曾说,此经最难证实,此经长达五六千里,比南刺手经加倍而有余,但看似南刺二经山脉以南,容不下这么长的一组山。 不过,就像我在上一期节目中所说,山海经时代的理据比现在的要短许多,那么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南刺山经的大体范围,有不少学者认为此山系的山大体分布在广西、广东境内,但根据文中所述的地理河流和动植物分布,更像是山经地理脱考中的考证。 西清缅甸西部,东至中国云南和越南交界处的爱劳山脉,这列山系中也生活着许多奇珍异首,如岛国山上被古代人奉为神兽的犀牛,丹雪山中的五彩响鸟凤凰,还有长着人面,有四只眼睛的鱼,以及长着猪毛的鱼。 天鱼山 南刺三经之首,跃天鱼之山,旗下多水,不可以上。 南刺三经中的第一座山,名叫天鱼山,据山经地理脱考。 缅甸国西北之名以山脉名帝汤等,即现在的洛卡山脉,其山脉在印度孟加拉湾之东,上街喜马拉雅山脉难走之一小之脉,山腰下的山间多流水,人不能上去。 岛国山 东五百里,约岛国之山,旗上多金鱼,旗下多西,四,多象。 山经地理图考中认为,岛国山是阿拉干山,但从地图上看,阿拉干山就是前一座天鱼山所在的若开山脉,此处就重复了。 所以本人认为,可能是若开山脉以东的阿拉桃凯桑帕国家公园一旦山脉。 缅甸是世界著名的有色金属产地之一,其十大矿产分布广泛,及其上多金鱼。 岛国山有许多爪哇西,它的头像珠,身体形状像牛,独角粗大底盘后,像是三只脚合并而出。 西喜欢吃多字灌木,传说中有一种名为通天兮的神兽,它在进食时特别挑剔,只选用那些有毒的草,而在吃树木是则偏好带字的品种,从不尝试柔软嫩绿的植物。 看来它的食道合胃,一定都是百炼成钢了的。 它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挑战自身,变出金刚不坏之身,以便能为他人解毒,展现出极其高尚的牺牲精神。 通天兮被视为是灵异之兽,是勇者的象征,代表着威武和力量的化身。 因此,在后世的青铜系中,经常可以看到兮的形象。 人们还相信西角是一种神物,具有通灵和辟邪的功效。 然而,正是因为人们对西角的迷恋,犀牛饱受捕杀之苦,数量不断减少。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国境内最后一只犀牛也被杀害,使得犀牛在中国彻底灭绝。 现今在南亚和非洲等地,仍有少量犀牛分布,但它们的数量已经十分稀少。 四为印度兮,身体粗壮庞大,仅次于大象,又青又黑,头大眼小,尽短耳长,皮肤粗厚。 除而欲尾外,几乎无毛,有油状凸起。 生活于亚热带丛林和草原,以灌木之条,竹等为食,能游泳。 四与犀牛相似,血缘相近,但四只长有一只脚,被视为独角兽的一种。 四的艺术形象常常出现在古代青铜器上。 据传说,除非陷入绝境,四是不会攻击人类的,它喜欢宁静。 经常在夜晚独自站在悬崖峭壁上,聆听着泉水声和松风声,直到天明鸡鸣之际才归巢。 这种场景别具一格,十分浪漫。 在古代,四牛皮是一种优秀的武装甲轴材料,而四的脚更是医药界的必备之物。 左传中还有记载西四甚多,但此后再无相关记录。 据推测,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四可能已经变得极其稀少。 因此,我们应该避免滥杀任何动物,无论它们具有何种功效。 除了西、四、岛过山海生活有很多大象,缅甸至今仍是亚洲象产地,这三种大型野兽都和平共处于岛过山之中。 有鸟烟,其状如胶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取如,其名字号也。 取如可能是三指玉。 甲骨文的只就是一只脚足的图形,所以取如可能就是指三个脚趾的三指玉。 同时缅甸也是三指玉生活的栖息地,但这个取如鸟长着人脸,鸟类的眼睛一般长在两侧,像人一样眼睛长在前面的只有猫头鹰了。 然而猫头鹰的爪子和三指或三足完全没有关联,一或许是上古时期,确实有一种三只脚的白头猫头鹰吧。 银水出烟,而南流驻于海,其中有虎胶,其壮鱼身而蛇尾,其阴如鸳鸯,使者不种,可以以致。 银水可能是缅甸摇河,南流汇入伊洛瓦底江,驻入安达曼海。 虎胶,形似鱼雀尾如蛇,肤色斑斓如虎。 据传说,它正是沙僧的原型,而在周星驰电影《西游响摩篇》中,出现的那条大鱼,便是虎胶。 在江府中,仁臣阐述虎胶为,史无怪错则有虎胶。 也就是说,虎胶是水中奇异之物,杂交而产生的。 还有传说,汉昭帝曾在渭水中掉到一只白色的虎胶,便命大株将其烹饪。 虎胶在现实世界可能是马来尔。 锅扑柱、胶似蛇、刺组、龙鼠。 这样看来是马来尔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马来尔生活在江河湖泊淡水中和沼泽地带,攻击其他动物,并以其为食,四只粗短有力。 在水中游泳,只露出饮和鼻孔。 鳄鱼有补虚驱风式的功效,即所谓食者不种。 二十世纪前马来尔已在华南绝灭。 丹学山,幼东五百里,约丹学之山,其上多金玉。 丹学山可能是缅甸皮股山脉皮贵欧吗? 丹学山应该是缅甸西唐江。 所谓渤海、渤、铜渤、排货这几的意思。 从自行本意上看,渤海的意思是海面升起,这种现象叫做潮汐现象。 指海水在天体引潮力作用下所产生的起伏和海洋连接的水体自然会具备这样的特征。 渤海的本意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逐渐引升为内海。 郭不认为渤海是海岸区其头野,即弯曲的海岸线向内凹陷的部分,可以说十分形象了。 所以文中的渤海应当试制,经缅甸马达班湾外的安达曼海。 由鸟烟,其状如鸡,五彩而闻,名曰凤凰,首文曰德,意文曰义,背文曰礼,应文曰人,复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自天下安宁。 鸡,使鸡司马香如传中象征正义,另外在多本古鸡中鸡并作鹤,东经赴,影鸡作弧,可见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凤,被视为神鸟,是古代传说中的白鸟之王,雄为凤,紫为黄,何称凤凰? 寒世外转云,凤之相,红前临后,燕汉几毁,舍紧于尾,贯嗓冤塞,龙闻归备,宇备无彩,高似无耻,翱翔四海,天下有道则见。 其异若干,其生若消,不着生虫,不折生草,不群居,不履行,非无同不欺,非诸事不识,非礼权不饮。 凤凤是一种高贵的瑞兽,后来这一词汇还引申为具有圣德的人,乐器或音律等。 鸟崇拜和凤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少昊时期,在白帝少昊统治下,曾以鸟名官职。 少昊自称为凤鸟市,铜管白鸟,下市五鸟,五鸟,五智,九户等不同官职和社会阶层。 到了商代,商人甚至将鸟类视作不足的始祖和起源。 诗经《商宋玄鸟》中有天命玄鸟将而生伤的记载。 随后,龙图腾文化开始在中原地区盛行,而将鸟类崇拜整合,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国家,则是南方的楚国。 在中原地区,荣被视为至尊,而在楚国则以奉为尊。 从东一部族到商朝,再到京楚,这一历史脉络中,可以隐约窥见古老的华夏文明传承。 在《南刺三经》中所描述的凤凰,尽管仍属于鸟类,但已基本具备了神圣的特质。 它不仅拥有象征天下安宁的吉祥属性,还被提升为武常的典范。 传统儒家所讲的武常,即人、义、礼、智、性,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应该具备的五种基本的品格和道德行为,是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然而,在凤凰身上所展现的文路,代表的是德、仁、义、礼、性,相比儒家的武常,少了智而多了德。 这似乎符合老子中所述的境界,师道而后德,师德而后仁,师人而后义,师义而后领,强调了对德行的重视,而并除了智慧。 实际上,孔子最初提出的武常指包括人,义、礼,后来在孟子时期扩充为人,义、礼、智,直到汉代的董仲书才再次扩充为人,义、礼、智、性,这才形成了后世所说的武常概念。 凤最早是形容男性的,少号白帝式凤鸟式,另外一位被称为凤的,就是孔夫子,论语。 威子曰,知孔子有智德,故比孔子于凤。另外,孔子本人是商王后裔,商人又宠鸟,所以将孔子比作凤是合情合理的。 凤凰的存在与否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凤凰是否真的存在? 这涉及到神话的讨论,而神话往往是古人对现实事物的理解和诠释。 对于生活在秦汉之前的人来说,凤凰虽然少见,但却被视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 这里所指的并非是吸收了其他动物形象的神话凤凰,而是指上古现实世界中的凤凰原形。 商代甲骨文中记录着忽明王制,霍凤,秉承,霍武。 是说商王让人用王不也计,结果在秉承这一天,捕获了五只凤凰。 周朝早期中顶中有归生奉于王,意思是回来后把活着的凤凰献给了王。 这表明在商周时期,人们不仅亲眼目睹过凤凰,甚至还曾活着过。 据十一记记载,周朝王曾以轻奉的羽毛制作皮球。 然而,到了汉代之后,关于人类与凤凰的接触记载便消失了。 有一种猜测认为,凤凰可能是战国秦汉之前存在的一种大型鸟类。 由于本来就稀有,再加上片羽之千金的市场需求,这种鸟类逐渐消失并灭绝,取而代之的是被神化为神鸟的凤凰形象。 某些士族将其崇拜至神灵地位,尊为图腾神,被尊崇为神。 至于这种鸟类身上羽毛的蚊子得以理人性,可能表明人们已将这种鸟神圣化,将其作为占卜的象征,特定部位的羽毛则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 这句话中的五部,五物,五义或许是在阐释凤凰的象征意义。 至于凤凰究竟是何种生物,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 然而,作为华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所传达的文化内涵,远比其起源更为重要。 秦汉之后的人由于没有见过凤凰,于是在现有的物种中寻找他的影子。 多认为凤凰可能是极乐鸟科或红腹角质或五彩孔雀等一类的鸟儿,特别是雄性,羽毛鲜艳,歌声婉转,美丽动人的鸟,这类鸟分布于中国亚热带和热带树林中。 但其中最符合蛇颈、龟背、鱼尾描述的应该是孔雀了。 也许就是在那时,孔雀被人们当成了凤凰,备受人们的喜爱和尊重,被视为吉祥之兆。 大胆猜测当时的人们因为把对凤凰的怀念寄情于孔雀,又因孔子被尊为凤,儒家提倡武德。 凤义符合武德概念,所以就具孔子的孔氏给孔雀冠名,以显示其尊贵。 在上古的华夏大地上,凤凰的形象就已出现。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在湖南高庙文化遗址,发现了雕刻有凤凰图案的陶器。 距今已有7400多年的历史,南方部落对凤凰图案的使用历史,几乎与北方地区龙文一样古老。 一些学者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认为,凤凰这一名称的来源,与黄和以南的丰姓氏族有关。 丰姓氏族起源于三皇之首的碎人氏,及其儿子福西氏,在甲骨文中,丰集代表凤,黄原本为黄。 因此,凤凰这一名称很可能是从丰皇而来的。 关于凤凰的典故和传说数不胜数,妙却恒生,将来有机会我会详细来讲。 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